说到厦门的百年老庙 就不能不提山口古庙 这座建于明朝的古庙 曾在清朝时重修 然而又在二十世纪初 因战争而烧毁 之后才在附近乡民 和台胞及侨胞捐资下 重建原有规模 一路走来可说命运坎坷 却也使其具有 浴火凤凰般的永恒意义 而这正是信仰力量的展现 相传庙里供奉的将军 马英及军师李伯苗 因平定闽南战乱有功 后人便将两人尊神奉祀 随着乡人移居台湾 该庙的香火 也随居在台湾落地生根 庙体分为前中后殿 中殿奉祀两位治士 后殿则供奉观音 香客朝拜源源不绝